各个这些,包含是有领恩的,或者是福音派 还有各种有讲先知的,或是没有讲先知的 各种各种的这些,各种大的这些事工的领袖 合一在犹太人的面前,在弥赛亚基督徒领袖们的面前 来代表世世代代的这些基督徒,向他们认罪悔改 说对不起,犹太人,我们实在是很傲慢地在神的面前 这样子瞧不起你们,迫害你们 实在百年来,千年来,你们受了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迫害 并且使得你们一直被蒙蔽,请你们原谅我们 然后呢,这个弥赛亚基督徒领袖在上面 代表这个神他们这些选民,来原谅我们 而且他们也向我们认罪悔改 他说,他在我们面前向着神来认罪 说,神,我们实在是对不起你 你这样子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选民 可是呢,我们却骄傲 我们不但没有来做一个在列邦面前来做光做眼的这个位分 而且我们还骄傲,我们还拒绝耶稣 我们拒绝你,拒绝我们的弥赛亚 神来原谅我们 然后接下来以后,犹太人跟基督徒 外邦基督徒有一个合一在那个圈场 然后到最后,犹太人拉比甚至把鞋子脱下 因为他们用路德记来跟大家一起祷告祝福 而且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用路德记来在神的面前来跟他们说 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所以说他们就用路德记里面拨阿斯这样把鞋子脱下来 把这个权柄,现在终于正式的来赐给地上的这个列国 这个外邦人 OK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礼拜五 22号 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 这么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合一 一起互相认罪悔改以后 头一次犹太人一年一度的逾越节 就在下个礼拜五就会来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今年的这个余月节会是落在4月22号 就是接下来的礼拜五 余月节是尼散月14号 然后尼散月15号 紧接着就是无效节 然后呢,就会出手节17号 那其实呢 这个,在余月节节期一开始 他们就会吃无效饼 他们会一直无效 一直延续过7天都是无效的日子 那他们在余月节的时候 犹太人不管他们信不信神的 在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恭恭敬敬的 其实不信神的犹太人 都会到神面前来 因为神小玉他们 从祖宗一直传到他们现在 他们就知道这个时候 他们要开始 重新来 来 Pick up 神的这个救赎 他们要来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 那纪念的方法 他们就会开始来无效 所以,从开始预备这个余月节的时候 所有在以色列的这个超级市场 都会买不到任何含有孝的面包 或者是面食,或者是食物 而且呢,每个家庭里面 他们都会彻底的来一个春季的大扫除 要除掉孝 除掉所有的old living 然后呢,到了余月节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这一天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犹太同事 到了下个礼拜五的时候 全部会消失 都会请假 他们都会在家里面 来过个余月节 会吃这个余月节的Seder 那他们,希伯来文的这个Seder 意思就是命令,就是order 因为,为什么他们不敢不过这个节 因为这是神命令他们 他们领受了这个命令 每年都在这个节日 要来纪念神deliver 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纪念 然后来吃这个余月节的Seder 余月节的晚餐 这是基于立位纪 他们到现在都还不敢忘 立位纪二十三章六节 好,我们一起来念 好,我们一起来念 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了不孝节 你们要持不孝比昔日 然后出埃及记里面 又再强调一遍 这个除孝是要除去罪 是要纪念他们 纪念他们从埃及 很匆忙的神被解救他们 让他们能够离开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也是在除孝节的时候 进入到圣殿 就照着阿爸父的这个小域 去拈出那些兑换饮料 那些污秽了圣殿的人 所以耶稣就是在这个日子 对的日子 来做对的事情 这本来就是捷径的日子 所以要先捷径了 神才会deliver 所以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 就预备 捷径阿爸父父神的居所 然后呢 除孝节就是这个第二天的时候 姚太人他们就会 摆开这个无效笔 麦force 这个动作 他们每年在做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这是 扮开什麼就是预表 耶稣为他们受死 也为我们受死 而且呢 从庆祝无效节 一开始 他们就会 就会预备好四个碑 每个犹太人家里面 都会有这样四个碑 用無效餅掰開以後 半塊放進這個叫做AlphaCommon這樣子的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並沒有別的其他用途 專門的用途就是用來裝無效餅 就是在除孝節的時候會把它裝進去 然後呢一天就會拿出一個杯來飲用 全家一飲用 一直到第三天飲第三杯的時候 才會把這個無效餅拿出來放在桌子上面 然後大家領受吃下去 所以在他們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其實就是一直在Rehearsal 一直在預演一直在Review 也複習耶穌為了我們受死 也為他們受死 並且第三天以後復活 早就預定好了 這在耶穌第一次來之前他們就是這樣做 摩西當初神就小玉 藉著摩西小玉他們這樣做 一直到耶穌第一次來為他們受死 真的把這個活出來 然後呢到了出搜節 尼嵐月十七號 慶祝出搜節的時候 就會是他們這一年一度為了大賣出搜 來出搜來趕溫的時候 因為出搜要是不好的話 接下來一年就絕對完蛋了 因為我們上次看電影有看到 以色列那個地方 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 你唯一只能夠靠天吃飯的一個地圖 整個國家的土地 都必須要靠天吃飯 靠神來吃飯 神要是在那一年 就是自然狀況之下不會有雨水 一定是要神賜下恩典 神賜下雨水 他們就有豐收 所以當他們有豐收 他們知道那一定是從神來的 所以從神來他們就慶祝 感謝神給他們這幾年又有這樣的豐收 那出搜開始他們就知道 接下來會有一年都會是豐收 所以說其實神讓他們這樣子 一年一年這樣子來review 這是初次收割 就是未來更大收割的應許 頭一次收割 耶穌來 接下來會有更大的收割 一再的藉這個節期 來讓他們來rehearsle 並且把這個意義來彰顯出來 然後呢 另一位記上也講 以色列人被吩咐 他們要把這個初熟的大脈 在神耶和華的面前搖一搖 並且要獻上初熟的莊架 先獻給神 然後他們才能夠吃任何的收成 所以我不曉得 我們會不會還會聽到其他的提醒 不過今天我們在這邊每個人都聽到 Passover 節期 逾越節期 神小育以色列人 也小育我們 除了十一奉獻以外 是要獻祭的 我們今天都聽到 我們都被提醒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我們就在心裡面來禱告 神 你今年在這個月節的節期裡面 你要我獻上多少 特別的Passover的奉獻 來獻給神 是除了十一奉獻以外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你在心裡面就已經可以開始來禱告 我們每個人每個家庭 都在神的面前 神都會悅悅 最重要的是 在逾越節節期 他們去過 逾越節安息日的時候 全世界的猶太人 都會在Passover這個節期的時候 都會一起來讀 以西結書37章 大家記不記得 在這次的書上 也有祷告出這個 彌撒亞基督徒的領袖 他就祷告出了這個 以西結書37章的這個話 在平原的海谷盛多 極其枯干 他一面哭 一面跟神祷告 他說 我們這些以色列人 我們實在是枯骨 我們實在是不認識耶穌 我們是枯骨 我們辜負了神 給我們這些選民的位分 但是枯干的海谷 要聽耶穌華的話 他就這樣子來禱告 一面流眼淚 一面禱告 然後旁邊的那個禁拜團 在唱Shimah Israel 大家有沒有想起來 對 Shimah Israel 然後他繼續在那邊禱告 他說 枯干的海谷 聽耶穌華的話 耶穌華必死氣息 進入到 猶太人的裡面 猶太人就要活起來 我必定給你們上上金 使你們長肉 又將皮來遮蔽你們這些猶太人 使得氣息進入到你們的裡面 你們就要活起來 他就是用這個來 在那邊禱告 因為下禮拜五 全世界的猶太人 都要這樣子來禱告 好 這是我們在那邊 為猶太人禱告的部分 那是猶太人的部分 以及 因著猶太人 也進入到復興裡面 所以全世界都進入到復興的裡面 而且因為我們 這次 在阿蘇薩納上面 在美國這個地圖上面 頭一次 眾基督徒的領袖們 各個宗派 各種不同的追求方式的基督徒 都合一 來向以色列認罪 向猶太人認罪 悔改 接回了猶太的本質上面 所以我們這些外邦人 頭一次這樣 接上外邦人的本根上面 所以這個復興可以 臨到我們外邦人裡面 從一次再一次來到 然後我們下來看看 我們美國這個國家 那個人 對 我們在逾越節的時候 這是神Deliver的日子 不過呢 Deliver同時就是Judgment 就是這個希伯來 這個Deliver 這個字 在Passover的時候 你如果神不會不做事 他只會做兩種 一個就是Deliver 就會救贖 如果你不讓神救贖 那就會是Judgment 就會有神 我們每個人是如此 家庭是如此 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所住的這個美國 我們美國 我們美國接下來 要進入到審判裡面 還是要進入救贖裡面 就是看我們美國的政府 會代表我們美國怎麼去做 怎麼樣去對以色列 那歐巴馬一直都在推動 這個兩國方案 就是和平方案 就是你不會聽到兩國方案 但是你會聽到和平方案 在這個新聞的媒體裡面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有 一點點聲音在傳出來 但是事實上呢 在背後 美國所施力的程度 並不是一點點 是極大 尤其是聯合國 今天早上加碼 我才剛提到 聯合國神讓 聯合國有了七十年的時間 看看你們這些 地上的這些列國們 能夠為人類做出怎麼樣的事情來 就在這個第七十年的時候 聯合國現在正在加大力度 來推動兩國方案 希望能夠重新開啟 在以色列的這個和談 跟巴勒斯坦之間的 那歐巴馬加大力度 來施壓內唐亞胡總理 要以色列是無條件的去 回到談判桌上 來允許來談判 建立巴勒斯坦國這個事情 那伊朗和方案過去已經發生了 現在這已經成為一個事實 和方案達成協議 容許伊朗能夠解除這些列國 對他們的這個經濟的制裁 讓他們有更多的錢 能夠開始重新來做他們 所想要做的事情 他們要做的事情 非常明顯 他們希望他們的這個 第十二個先知回來 他們的第十二個回校先知 要回來的方法 就是藉由毀滅以色列 毀滅猶太人 所以他們需要這樣子去做 他們會一直這樣子努力去做 但是我們這樣子 因為這個核方案 由我們美國所推動的 所成就的這個核方案 就允許伊朗有更多的錢 能夠開始來做他們所想要做的 毀滅以色列這個事情 所以在過去的這幾個月裡面 從這個核方案達成交易以後 一直到上個禮拜 伊朗不斷地都在試射飛彈 每個月都射一次 一次射的比一次要圓 一次比一次要精準 而且在剛剛過去的這個禮拜裡面 歐巴馬總統剛剛才片面否決了 美國的國會參眾兩院所通過 一個要跟以色列友好的 一個在經濟上面 經濟跟非軍事方面 有更親密的合作的 這個貿易方面的協定 歐巴馬說 我不願意在這方面 無條件地來跟以色列合作 除非以色列願意接受我們這個兩國方案 所以基本上 目前這個跟以色列友好的協定 算是被歐巴馬總統片面廢止 片面否決 前提是歐巴馬要看到 以色列願意來接受這個兩國方案 在我們接下來看更多之前 我們來一起複習一下 在神的經節上面 撒加里亞書二上一節 以及到第八節為止 神又很清楚地來說 怎麼樣地警告我們 不要去摸神眼中的同仁 我們一起來念 我又舉目觀看 見一人手拿捲身 我說 以往哪裡去 他對我說 要去量耶路撒冷 看有多寬多長 耶和哈說 我要做耶路撒冷 視我一個合成 並要做其中的榮耀 萬君之耶和哈說 在顯出榮耀之後 拆解我去 懲罰那有量你們的烈果 摸你們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仁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 神的話是說 他會去懲罰那個 去摸神眼中同仁的 所以我們知道 去分割耶路撒冷 神是丈量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被神丈量過的 所以如果人的力量 要去用人的方式 要去分割耶路撒冷 分割耶和哈的精神 這就是在摸神眼中的同仁 我們知道神的話 另外一處 神對施加壓力去分割以色列土地 神又怎麼樣在約爾書上面的這個話 好 我們來一起來複習一起來念 到那日 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 被魯智人歸回的時候 我要聚集萬名 帶他們向到耶路撒冷 在那裡施行審判 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 這是我的產業以色列 分散在異國中 又分取我的地土 我未曾報復流血的罪 現在我要報復 因為耶和哈住在喜安 這是神所說的話 他對於分割耶路撒冷地土的 他會這樣子的方式 他會嚇到約沙法谷 在那裡施行審判 凡是那些將他的百姓 他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異國中 又去分取他的地土的 他會報復那個罪 因為耶和哈住在喜安 我們去聽到分割耶路撒冷地土 我們聽到很多很多所謂兩國的政策 兩國的談判 光是聽到在表面上 新聞媒體上面 所在美國這邊我們所播報的 我想可能還不會讓我們覺得說 非常的嚴重 不過我上禮拜 收到了一個這個 報下冷汗之流的一個資料 這個是歐巴馬現在在和平進程裡面 所推動的詳細 所謂的分割以色列的地土 分割的是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右邊這個綠色的 就是在現在的兩國方案裡面 歐巴馬為首 以及United Nation聯合國 以及歐盟所合力要想推動 希望以色列能夠無條件 坐下來跟巴勒斯坦談判 目前所談判的是這樣子的一個地土 所以黃色是讓允許以色列繼續保有的 綠色的就是1949年之前 所有的這些不屬於以色列的土地 全部都是交給巴勒斯坦 讓巴勒斯坦來立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上個禮拜 Chris所跟我們講解的 這個地方 Golan Heights 哥蘭高地 所以Chris上次跟我們講得很清楚了 哥蘭高地 為什麼以色列會不敢把他交給巴勒斯坦 因為不要說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本身就已經會來攻擊以色列了 但是哥蘭高地是唯一的一個天然屏障 哥蘭高地是唯一一個能夠容許 不要在兩分鐘之內 這邊噴射戰鬥機以及飛彈能夠打到台巴勒斯坦 唯一的一個能夠守的一個限 更不要說是 列國都知道 巴勒斯坦絕對守不住他們的地圖 ISIS很快就 如果說交給巴勒斯坦的話 ISIS其他回教極端的勢力 很快就會掌控 真正本來應該屬於巴勒斯坦的這個地圖 那以色列這個地圖就完蛋了 這個是在軍事政治上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個 其實我們剛才更加直接相關於我們剛才所念的 神警告列國的經文的 耶路撒冷就是這個粉紅色的地方 你看這個粉紅色的地方 它在這裡把它放大 變成一個比較清楚的地圖 這個整塊都是耶路撒冷 不過耶路撒冷有分成新城以及舊城 那舊城其實比較多是這些 真正的這個宗教上面的這些古蹟 以及重要的當初在古羅馬的時代 在古以色列的時代 然後到聖殿的時代 羅馬的時代 然後到了這個 後來耶穌的時代 比較多這些發生的這些所謂神眼中同仁 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是新城 這邊都是真正猶太人裡面那些社會政治經濟 那些文化的中心 是比較繁榮比較新的地方 所以比如說我們去那邊拜訪的時候 都幫我們這些觀光客住的都是這些比較舒服的 比較近路的耶路撒冷新城 也比較安全 所以基本上你在這邊的街上走路 其實在晚上半夜都沒什麼關係的 很安全 不過你一旦跨越這邊 其實距離很近 一旦跨越到現在的這個東耶路撒冷 現在這邊本來就是允許讓巴勒斯坦人住的 只不過擁有權還是屬於以色列政府 並沒有把它分成另外一個國家 那這邊這個東耶路撒冷 你就看到這個縣移東 所有1949年之前本來不歸以色列的土地 在現在這個兩國論裡面 歐巴馬的和平進程裡面 都會化歸耶路撒冷國 那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再看得更清楚一點 再放大的話 這個要化歸巴勒斯坦國的 就包含所有 不論是聖殿山 以及猶太區 基督教區 還有聖殿坟墓 以及聖殿教堂 包括聖墓教堂 以及西牆 全部都會化歸巴勒斯坦 那你就知道 這是不折不扣的在戳神眼中的同仁 這是不折不扣的在分割神的地圖 分割耶路撒冷 所以我們現在再回頭來看 我們現在美國總統選舉 因為歐巴馬現在快要下台了 他已經是最後半年的任期了 歐巴馬過去所在做的 他一直現在在推動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兩國 分割耶路撒冷的兩國方案 是一個無條件投降式的 逼以色列是投降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和平方案 在Democratic裡面 就是在民主黨 兩個現在最領先的候選人 Hillary 她原本是當國務卿的 所以她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她就強烈的呼應 以色列應該要分裂耶路撒冷 來換取和平 而且除了這個以外 她比歐巴馬上更加的激進 她認為 應該要撤除 對於巴拉斯坦一切的封鎖 以色列還應該要退出 所有在West Bank 以及哥倫海那邊的 所有的屯肯區 而且她全力支持 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那Sanders 她認為以色列 雖然她是猶太人 可是她屬於自由派的猶太人 她認為 以色列不應該用武力來打擊加上 而且她也支持 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在共和黨裡面 目前兩個領先的 Trump跟Ted Cruz 兩個都是支持以色列的 那 只不過講話的這個 強烈程度有所不同 所以Trump他認為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精神 這是神眼中的同仁 他認為 他如果上台了以後 他要立刻把美國大使館 從Telabef 遷到耶路撒冷去 因為他認為耶路撒冷才是大軍王的精神 本來美國就應該把大使館設在這個精神 為什麼要設在Telabef呢 他認為對伊朗制裁 他不贊成也就算了 他要說對伊朗制裁是一個非常幼稚 而且非常不專業 不合外交原則的一個災難 他認為應該要三大家倍制裁伊朗 而且他認為應該要嚴禁伊朗來支持恐怖分子 阿曼 Tel Cruz呢 他支持以色列 他也反對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阿曼